环球网综合报道,日本经济中文网之前发表的评论员邱田浩之提文,理所当然的日美同盟关系在终结的评论。 作者在评论中分析道,随着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辞职,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最优一致,以及冷淡的同盟官,看似理所当然的日美同盟关系,正在不断的淡去。 文昭摘编如下,对于日本、韩国和澳大利亚来说,与美国的同盟关系,长期以来,都犹如空气一般重要。 一旦消失将是大事,因为此前同盟的存在,一直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。 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,2019年1月的辞职印象了理所当然的日美同盟关系,在终结这样的现实。 作为曾经的将军,马蒂斯输知战争的残酷性。 正因为如此,他一直说服一个进朝着美国最优先奔去的总统特朗普,使其与他国保持合作。 随着这样的守护神斗离去,担心同盟未来走向的声音正在增加。 但是,马蒂斯的离去并未问题的基因,而是结果。 换言之,并非他的泄认导致同盟动摇。 由于特朗普坚持侵视同盟的态度,他已经没有用武之地。 那么,会有哪些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波及亚洲和欧洲呢? 要弄清答案,必须了解他为什么不得不辞职等内幕。 我绝对不会主动辞职。 美国国防部的前高官表示,马蒂斯在2018年春季以后,对身边人是表达了这样的决心。 马蒂斯之所以这样想,是因为特朗普的同盟官伴随着危险。 特朗普认为,美国保护其他国家是可笑的,希望从海外撤回美军。 据美国媒体报道,他还曾下令,就撤走重裁美军进行讨论。 马蒂斯却说特朗普,在背后保护着同盟。 马蒂斯最近与特朗普会议,建议起打枪将美军撤出叙利亚的想法。 但是,据称他的建议没有被接受,于是,当场表达了辞职之意。 必须对同盟表达敬意,马蒂斯在辞职书中如此写道, 暗中批评了特朗普。 据称这招指特朗普的不满,当注定在2019年2月底的辞职预期,被提前了两个月。 基于这一来龙去脉,治澳海和欧洲,应该从中西那是,是吗? 首先应该铭记在心的是,以得失来看待同盟价值的特朗普的言行,今后也不会改变。 随着2020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临近,这样的剧动或将进一步增加。 日美同盟也难以高枕无忧,苗头已经出现。 日本首相安倍近三九月下旬在纽约两次与特朗普会谈。 据称,在被低调处理的交流中,存在云下的紧张底幕。 应该让同盟的负担变得更加公平,特朗普流露出对日本的不满。 安倍说明了日本支付的美军驻驾经费的巨大规模。 反驳称,与加利福尼亚州相比,在日本驻驾的美军花费更低。 事实上,这并非第一次。 据称,在将安倍作为目标前,特朗普虽然没有公开批评过日本,但也曾对同盟国的大国防便车的行为进行过批评。 即便不会如此极端,但接下来的美国政府,或许也将持续保持冷淡的同盟瓜。 在91恐怖事件以后,美国在近20年里,在中东和阿富汗参与战争。 在美国近代史上,几乎没有如此漫长的战争,美国已疲惫不堪,宣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警察的正式前总统奥巴马。 作者分析,即便如此也要和美国保持强有利同盟关系的各国,需要付出二项努力。 第一是加强自力更生,逐步改变对美国全面依赖的局面。 第二个对策是为尼布美国的军事参与减少,扩大与美国以外国家的安全合作。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,澳大利亚、印度和东南亚的海洋国家,成为优先度高的伙伴。 虽然一开始推进合作,但需要进一步加速。 是同盲为理所当然的时代,正在走向终结。 令世界认识到,这一点可能成为特朗普的历史性作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买赞了。